LAYO 了世紀天天的中心 大家好,我是LAYO 今天來看一立陶宛人對上喬治亞人 這場面才是神愛血背的阿拉伯地圖 先來看一下大約9點鐘方向 藍方選擇的文明是立陶宛人 立陶宛人的城鎮中心 每一個都會有115 所以他城堡時代開3TC 就會有再多260的意思 那立陶宛人呢 他的打法比較偏向騎兵路線 跟步兵路線 步兵路線的話有這個步騎作戰 遊俠配槍兵打路鎚 是非常好用的策略 那他的馬弓路線呢 其實是稍微能打的 因為他有拇指環 也有這個重裝馬弓 三級射三級防 而且也有彈道學跟化學 那立陶宛呢 主著還是走這個列提斯跟遊俠路線 每一間一個聖物 遊俠跟列提斯的傷害都會加1點 那他的火槍路線也是可以打 而且還有火炮 所以大部分時候呢 他的打法如果用到馬弓的話 不如直接打戰毛兵配遊俠 而且他的戰毛兵呢 點下金冠技術的塔盾技術之後呢 遠防可以高達10點 這個效果也可以加在這個槍兵身上 那立陶宛人呢 他的僧侶科技也是相當全面的 是全滿的狀態 所以如果需要後期打僧侶戰的情況 也是可以去投資一下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大約3點多防線 喬治亞人 那喬治亞人特色呢 是他開局時會給一個羅車 那這個羅車呢 是沒有辦法去找到 這個訓養動物的 像那個羊之類的 雖然會有視野 但是還是要靠自己的刺頭去拿回來 那喬治亞人呢 是現今版本來說 已經有點慢慢缺帶法蘭克人的文明 因為他的打法會比這個法蘭克人 更加的有優勢一點 因為他還可以走這個馬攻路線 而且走這個戰毛兵路線 也比這個法蘭克還要強 轉兵呢 會比較好轉一些 但他的缺點 是沒有像法蘭克一樣有火炮的 那法蘭克人的打法 還是比較偏向騎兵路線 雖然沒有遊俠 但有這個保兵單位 莫娜斯帕 可以讓自己的莫娜斯帕 每七隻或每七隻的騎士 加一點傷害 後期的保兵莫娜斯帕 可以高達22點傷害值 那喬治亞人的森旅戰 算是稍微能打的 但是他沒有贖罪思想 所以這稍微要注意一點 但是他有救贖思想的關係 也可以防守對方的投石側 那後期呢 遇到大量步兵槍兵的情況 也可以考慮轉火槍兵 或是轉劍兵勇士 擊兵都是可以考慮的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那我們地圖部分 看起來 MBL的地圖是前方有黃金 那這筆黃金一定要圍出來 因為這裡有高地 你不能直接這樣子圍 這樣子圍的話 對方可能會直接上高地 就可以直接高打地 你挖金晃村民 所以在圍地圖的部分 先少要特別注意到這種細節 如果你地圖有遇到這種情況的話 記得要往外圍 往下圍 那張地圖看起來 MBL是不太舒服的 上面也不是很好的 要圍東西是要大圍 小圍的部分是只能守一邊 好 那後方黃金還不錯 右邊一塊黃金 附近的位置都還可以 主金位置稍微小小尷尬 但只要圍出去一點的話 好像沒什麼太大問題 那這張地圖看起來 對MBL還算是蠻不錯的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卡布奇德爾 那卡布奇德爾 那卡布奇德爾的地圖 就非常糟糕了 兩塊金的話 算是在後方 那有塊金的話 也是在後方 三個金都在後面 但是他的墓區 要特別注意 墓區右邊完全沒有東西 那左邊的部分也是沒有 到這邊的話 可以稍微微死 但不管怎麼說 他的墓區是長得非常不漂亮的 那他的果子區呢 也是有高地利的問題 而且也不太好防守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兩邊封建時代會怎麼打 這邊看到MBL 找到對方的路 敲了一下 敲誰頭路 那卡布奇德爾 這邊是有點慢 找到自己的路的樣子 欸 還是他已經推完自己的路了 應該是推完自己的路了 他本來想要再推第二頭路 想想還是放棄 來MBL選擇的打法是 雙棒棒開局 那這個棒棒開局的優勢 可以去敲對方的路之外 還可以去燒我對手 那這個打法呢 是比較 比較 比三裝甲 三棒棒粉裝甲 還要更好的打法 因為這兩隻棒棒的投資 前一期只是為了對方 騷擾對方 並不是真的要去抓對方村民 當然能擊殺村民是最好 但他的主要意義 是控制對方的發展 那這個 木頭的部分 就讓對方去蓋這些東西 讓他稍微有點經濟 打出差距 這邊可以看到資源量 有點小小差距 就是因為剛剛一大堆村民去圍這個牧牆 還有這個資源點 時間採集 就會稍微少一點點 好 那COP7這邊上到空間 是代表決定打落馬 落馬配槍兵的路線 MBL這邊可能要轉個射箭場了 我再留補了 按到槍兵 是一定要趕快補的 而且對方又有出落馬的情況下 這個毛兵配槍兵要趕快按 所以毛兵也要趕快按 有黃金的話就按攻兵 OK 一個毛兵一個攻兵 好 兩邊槍兵互戳 那喬治亞人這邊的槍兵就非常劣勢了 因為人家立陶宛的槍兵跟毛兵 都有移動速度的加成 移動速度是1.10 那MBL這邊是1.0 差個0.1 所以這個有移動速度優勢在的情況下 槍矛前壓對立陶宛人來說也是非常強大的 也可以說是如果你喜歡玩拜登庭槍矛前壓的話 立陶宛人你通常也會玩得不錯 好 COP7果然是打個毛兵 槍矛前壓 槍矛前壓這個打法算是比較厲害一點 但是他很怕對手單T 不是單T是要 單射箭場轉毛兵就能擋得住的事情 那MBL如果對方是打這個情況的話 自己待會也要找個機會下個兵工場 等一下這個一擊射 唉唷 結果槍兵自己被收掉了 好 上方兩隻棒棒繼續敲 好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兩隻棒棒最主要的目的 不是要擊殺對方村民 而是騷擾對手 好 這邊就一直騷擾對手 一直敲木牆 讓對方有時候要去注意一下這裡 讓對方分心或是失誤 自己就有機會 結果MBL正面完全沒有圍死 尷尬了MBL 那為什麼MBL正面不圍死呢 因為他這邊是想要偷 也不是偷喔 想要把這個木頭捨下來 去種田 所以導致活動的情況發生 這邊沒有圍死的狀況 那也是因為喔 剛剛COP7前面的槍兵跟毛命的數量太多了 所以這裡才有機會喔 這樣打 好結果MBL這一波兩隻村民被收掉 工兵最後也倒下了 這裡更多的肉麻跟槍矯壓打得非常漂亮 這個箭塔 我覺得有點難起了 這裡肉麻數量還很多 好村民趕快再回頭打一下 閃閃的村民先拿回家 MBL這邊要把一些村民先放出來 繼續打下 這裡村民太少了 哇這裡難改 好這裡繼續收村 但是有一隻槍兵躲在裡面 好 好 COP7這波 控黃金控的非常漂亮 那MBL一直堅持想要把這根金塔給蓋起來 哇 MBL這邊吃了大虧 要是前期那兩隻棒棒出去 然後不偷農田的話 自己趕快圍正面 就不會發生這種慘劇啦 開局死了五村 可能還會再繼續死下去 殘血村民居然也放出來打 MBL這一波是完全的大失誤阿 不太能這樣子打的 好 但最後他也是放了一堆出門 村民出來打架 好 OK 那村民終於出來 然後把這個金塔給蓋好 這裡就趕快圍一下 圍一個木槍也好 上面這裡有個洞 好 MBL好像沒有看到 有個洞阿 還是有個洞阿 好 那COP7這邊呢 打這個槍矛情牙 打得非常漂亮 這一波上去之後 MBL經濟師來到了 五隻被擊殺的狀況 但聰明差距 並沒有差距太多了 COP7這邊是為了按了更多槍矛關係 自己有點斷肉 斷到了一分半左右 所以這邊可以看到 COP7聰明術並沒有領先太多 MBL甚至輸了一村而已 所以這個不斷村阿 是四季帝國的基本功阿 如果你玩四季帝國很容易斷村 斷到很誇張的分數的話 這個時間點斷太多 那這是一個最大的問題 你可能學再多的戰法 或是再多的配置套路 你一旦有這個斷村的問題在 那基本上你學什麼都學不開起來了 就像我們學中文一樣 你要出去外面工作之前 你不會講中文 在台灣可能是很難過的 可以找到那種不用講中文的 這個話 這工作就還有可能 所以這個四季帝國的基礎 就是斷村阿 這點要特別注意阿 那COPCHY這邊是比較尷尬 為了要打出戰果來 讓自己的兵不斷 那如果COPCHY這邊是選擇了半單體忍的話 可能就不會有斷村的問題阿 那一定是夠的用的阿 好那剛剛打架很激烈 前線這個劍塔重點蓋橋 殘血的村民總共現在還有兩隻在前面 以及在附近的村民血量也是非常低 MBL這邊是轉肉馬 肉馬配上公兵 這是我認為COPCHY最強的配兵打法 之前HERA有表演過 在這個比賽中 公兵配肉馬 MBL可能也是想要學一下HERA的打法 那這個打法的重點操作 是這個公兵一定要點掉所有的槍兵 你的肉馬也要控好 不要被槍兵給戳到 那這兩兵就要控的好才行 當然這邊的最大弱點就是槍兵被解決掉的話 後面的毛兵就只能撤退 工兵就要直接撤 這邊工兵要趕快往前拉 用肉馬去追後面的兵就可以 但是工兵往前的話要小心撞到對方的工兵 毛兵 這裡還是撞到了 好這邊高打D 回頭射一下 打開好 移動中是打不到的 OKMBL最多回頭射 試得很不錯 肉馬配工兵打得漂亮 這就是封建時代最強打法 OK 槍兵繼續補過來 但槍兵要小心 工兵 回頭直接硬吃 這個不太好 吃一次讓自己的肉馬死光 這一波進攻有點尷尬了 有一隻槍兵保存在這 就打得很好 這邊繼續追 欸 但工兵也要追 拆取成功的用這一坨 弱馬 用槍兵配毛兵 成功的吸引到了MBL的工兵群 這個感覺MBL不應該去追這一坨 哪裡按些毛兵防守 可能就可以了 但為什麼MBL不這樣做 是因為他這邊如果在按毛兵下去的話 生死代優位落後 畢竟毛兵是需要吃肉的 好 這個用棒棒敲掉 剩下的毛兵跟工兵 兩邊還在互相交戰 肉馬上前打幾刀 但槍兵數量真的很多 那卡布奇為什麼一直可以戳到MBL的肉馬 主要是因為這個移動速度真的是快了10%就差很多 槍毛前壓 立陶人是非常適合的 好MBL這邊點一下城堡時代 卡布奇這邊有點失誤 4級是不是太慢補了 現在才補4級 卡布奇這邊炸裂 應該要在20分左右的時候就要補這個4級 等一下這邊是8人挖黃金 他知道自己會抱劍的情況下 卻沒有去補下4級 這個是一個 算是卡布奇自己的失誤 不然他應該可以比MBL更早點下城堡時代才是 靠這個買賣 好最後還是買了215點上了城堡時代 好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城堡時代會怎麼發展 卡布奇這邊地圖真的很爛 你看他這樣子我就知道 不好欸 真的不好欸 好這裡衝過來看到圍城這樣子 好但兩邊其實都是不好為的狀況 MBL喔 他兩次空兵慢慢點射 收掉一隻殘血的 肉馬之後是被點掉 就是抓了一村 好最後過來兩邊不打 收掉殘血肉馬 MBL升到聖堡時代 騎士準備出來 好 這現在比較適合的開局是 雙TC 補一個強化教堂 如果你志願夠的話 當然也是可以3TC補一個強化教堂 重點就是MBL 這邊的細節都有打好 現在挑戰的細節就是上層 一定要補TC跟這個強化教堂 能補TC無所謂了 如果看你的戰術可定 想要打這個強攻阿 或者是開這個工程器製造所 那還就不太需要開這麼多TC 在MBL這邊是選擇了打一個防守反擊 那我也覺得這是犀利果 現在目前最通最強大的打法 好 好 現在防守反擊流是斯基地國的主流 那現在可以看到 現在MBL挖出了石頭 要來蓋寶 這蓋寶時間有點早 28分鐘就補下地跟城堡 很明顯 這邊MBL是要打木娜斯帕 那COPCH這邊要反之木娜斯帕 最有的方法 就是出槍兵 加生旅 或者是生旅 加騎士 不管這兩個打法 都是需要消費大量黃金的 那MBL這邊是轉出開農打法的話 喬治亞跟MBL兩邊對農 通常都是喬治亞會贏 那這邊COPCH打得蠻漂亮的 一直控住MBL這邊大量農田 這裡至少有快要六片田左右 都沒有辦法正常的開採 那會有這個情況發生 也是因為MBL剛剛採了非常多的石頭 不過要要鑽出自己的莫娜斯帕 所以一定要做出這樣犧牲才行 相信可能會過得很難受 那COPCH遇到這種情況的話 可能只能先稍微控一下資源點 待會趕快是轉個3TC CANON比較好 有人會說那COPCH立陶宛這邊 轉雙TC速帝王呢 那我是覺得 這樣子肯定是會打出 吵架的大後期 COPCH這邊想要打贏對方 莫娜斯帕最有辦法 就是也是自己打烈提斯 然後配生女的戰術 烈提斯配槍兵也可以 絕對不能再打一般騎士了 因為騎士越打 打莫娜斯帕是越虧的 因為莫娜斯帕本身的防禦 是近戰防禦3點 點完所有的防禦力 是高達6點的防禦力 而且傷害力極高 如果他沒有這個用 穿甲騎士烈提斯的話 那就是沒有辦法打定 立陶宛的 這個喬治亞的莫娜斯帕 喬治亞這邊也是 最好辦法就是 生女配槍兵 還有 烈提斯 這三個單位 這樣就是騎士之間的碰撞 卡布奇這邊的槍兵跟毛兵 承起的騷擾就會很關鍵 卡布奇這波確實有騷擾到NBL NBL這邊經濟一直有被騷擾到 但是強化教堂的效果 功用開始變好了 資源可以開始看到 慢慢反超對手 NBL這邊繼續補TC 4TC都補下了 卡布奇這邊也是3TC開農 好 這裡招翔 能招到吧 這個應該能招到 OK 好 兩隻莫娜斯帕 然後往回拉走 卡布奇這一波 有做到東西 但是並不是騷擾得很嚴重 NBL的莫娜斯帕 開始慢慢累積數量起來 上方這一坨槍矛盾能解的掉 好 莫娜斯帕順利的收掉 好 立陶宛這邊要來插寶 想要控制NBL經濟 補下在下方的位置 如果這邊要潛壓的話 這樣打好像有點冒險 因為對方莫娜斯帕 已經沉醒的情況 自己也沒有轉凍裝長槍兵 然後就要來插寶 自己風險是非常大的 好 上面4隻生女直接應招 都可以招翔到沒問題吧 兩隻三隻 只剩下一隻沒招翔到 NBL這邊賺爛 卡布奇這邊本來想要多線進攻 結果直接被NBL生女防守成功 NBL這邊直接買出了一棟城堡 兩邊對差 NBL這邊村數比較多 NBL可以先蓋好 當然對方卡布奇的 城堡應該也是能蓋好 當然可能要死個幾村 這裡要趕快按一下自爆頭 後面補工程器製造所 工程器製造所 工程器製造所還沒有補 那炸翔筒要按嗎 這裏怎麽是按摩娜斯帕呢 好 卡布奇這邊按炸翔筒了 工程器製造所要補嗎 這邊是NBL的抉擇點 要嘛這邊就是補工程器製造所 後面趕快去伐木 不然就是用炸翔筒趕快按 果然是按錯了NBL 這一炸翔筒趕快一直按 沒有木頭就轉炸翔筒 但要如此貼近的情況下 才可以出炸翔筒 不然很有可能 出一出 這個炸翔筒走到路上 就變成火花了 變成煙火 OK 那現在看到後方 TC開好 後面的羅車適量有點多 下不去跟NBL的地圖 墓區都不是非常的好 兩片墓區但還好後面好一片 這裡再補個TC 5TC繼續農 兩邊都在互炸城堡 NBL這裡存了4個 提示看到新的強化教堂 選擇拉走 提示上前這一步要抓到NBL的村民 103村 103村 哇 僧侶出張6隻阿 騎士配僧侶 這波打得很好 但感覺騎士是出的一點多 這樣能打得贏後期的莫娜斯帕嗎 如果這一座騎士沒有辦法擊殺到太多村民的話 下不去可能會被後期濃起來朝這樣給逆轉 好 這裡騎士應該要硬上了 這裡不硬上收不過去 好 四隻騎士 招響掉之後趕快拉走 跟下面的莫娜斯帕會合 NBL這邊也急需想要使用莫娜斯帕突圍 但是這邊收成收得很漂亮 暫時沒有太大的問題 下不去後方生女招響 有隻生女現在給的壓力非常大 好 下面的城堡終於解掉 差一點就被對方炸掉了 我們來看一下 對方是怎麼炸掉的 好 這邊是炸了炸肉桶 最後是海拉的一些莫娜斯帕 過來防守住城堡 NBL這邊守住非常快 四隻生女招響 下面的炸肉桶也居然炸到了 好 後方看一下 這裡 兵有點多 穆拉斯帕也不太容易上前 這裡繼續用生女去控制會比較好 結果其實直接過來一刀砍死了生女 NBL現在家裡跟野外都有問題 現在野外這坨兵沒有在動 這裡要繞過去也不太可能 好 似乎這裡穆拉斯帕要趕快去走 左邊的位置 看看有沒有圍起來 不然就是要回救 好 那穆拉斯帕沒有打算回家 可是卻在罰呆 對方的生女慢慢累積起來 開始有點難騷擾了 那邊有了這一波 穆拉斯帕雖然開始慢慢堆積起來 帝龍斯帕也準備要補下 當然這邊點帝龍斯帕之前先點下二攻 好 這裡有一些村民被抓掉 現在NBL村民處106村 對上95村的Couch 好 我們正去找 找了一堆穆拉斯帕 再來騎士 越打越慘烈 生女上去直接被騎士吃光 好 這裡用穆拉斯帕開始這邊打回去了 這就是穆拉斯帕遇到一般騎士的強勢表現 這就是馬國霸主 喬子亞 你打騎士是很難頂的也穆拉斯帕了 好 NBL這邊手速非常快 生女一直招一直爽 好 這裡用來個會合 19隻的穆拉斯帕兩隻騎士 攻擊力來到12加4點傷害值啊 怎麼打 你的騎士只有10加4 欸 試生物是不是 好 果然穆拉斯帕在後面又做到了一波事情 這一波是Couch的加力防守失誤 終於NBL後方穆拉斯帕做到了大事 正前方的騎士開始兩邊互抵 立陶宛這裡沒有轉出列提斯 反而騎士繼續開戰 沒有試生物的Couch應該不會輸吧 兩邊都是一個高傷害的騎兵 好 但這一波NBL確實抓掉了非常大量村民 抓不起以後防守完全無力 正面這裡也沒有危險 危個10強可能還有機會 好 這裡其實再次上前 好 現在村民差距快來到40村 NBL10拿9穩 但是擁有5勝物的立陶宛 怎麼輸呢 雖然有5勝物 但傷害最高就是加 鐵傷害 所以這裡騎士現在有14點 但木納斯帕現在有5點 所以打了下19滴血的血量 好 這兩邊又要互撞死 但木納斯帕這邊是95滴血量 然後有5滴血量 所以要打10下 才會11隻木納斯帕 木納斯帕則是16點傷害值 16點傷害值減掉4點 所以總共還有打下12滴的傷害 也是打10下 兩邊都是打10下就可以完事的 但是喬治亞這邊可以透過騎士的數量 好 木納斯帕的數量再增加一點攻擊力 好 那這一波 就讓對抗收村 MBL這邊只要繼續出木納斯 他就能打得贏 立塔蘭這邊則是要轉出獵提斯 好 這邊城堡趕快蓋 看完城堡就可以轉獵提斯 這相當卡布奇需要左邊這裡安定運營起來 才可以安心的挖死 這位最好是要上個大石牆 現在這個情況就可以上了 拉個3隻村民 或4隻村民 過來蓋一下 我來把石牆拉 拉好 不然這邊一直分兵去防守 分隊的木納斯帕 有個上方的TC直接被守屍 上方的村民直接死傷慘重 卡布奇5生物 難道要輸了嗎 二方的生女7隻 後面要繼續招翔 30隻騎士 對抗25隻的木納斯帕 下方還有個分隊嗎 分隊在家裡 卡布奇直接被打出了5生物 完蛋了 這一波沒得打了 生女上去 雖然會被收掉 但是沒有5生物的傷害 現在騎士只有10點傷害 完全打不贏木納斯帕 卡布奇只能打出GG 我們恭喜MBL拿下比賽的勝利 哇這把MBL打了最精彩的前期的工兵轉肉 這個打法非常強勢 開局15寸 但後面又拉扯過後 MBL又打出自己的優勢來 然後我覺得MBL這一把有個很重要的細節 就是升城堡時代的時候 有挖石頭這件事情 然後趕快把一堆木頭先農起來 直接3TC加強化教堂 直接瞬間補齊需要的木頭跟石頭 石頭再趕快馬上補上前線 開始轉出木納斯帕 而不是一般的騎士了 我覺得MBL這一波的流程規劃打得非常好 尤其他的前面的弱馬配工兵 也確實做到了一點效果 讓對方的毛兵 沒有辦法繼續扛下去 立陶宛的前期的槍矛優勢不見的話 MBL就可以轉出3TC 4TC 繼續農下去了 本來農到後面 MBL的經濟通常都說會比對手還要好的 槍矛教堂就是這麼可怕的存在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由MBL拿到了 大約8000左右的資源 這個資源量有點多 5000多 好像是快6000左右 5600左右 那些五生物產生2000黃金 但MBL的資源量是全部都贏的 這個石頭就算是持品 1752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看的字幕跟我們有一點蘇貝 我們下次見